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当前,全球面临高通膨,半导体业仍处于库存区化之际,业界原本期盼车用领域是消费性电子失矿低潮下的避风港, 但在全球半导体市场预冷的当下,原本仍存在结构性紧缺的车用半导体市场,也开始出现了客户砍单要求降价的情况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包括宝马、吉利等汽车大厂近期针对电源管理晶片、MOSFET、MCU微控制器,原本需求旺盛的晶片大砍单,并要求供应商降价。 另外,吉利更大幅削减台头显示器HUD订单,孔使得普城、一粒电等台湾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受阻。 这意味着车用晶片也传出难以延续先前盛况,面临遭砍单与大幅降价压力,业界研判、晶圆代工、细晶圆孔成为下一个暴风圈, 牵动台积电、联电、环球晶、合晶等台厂营运。 另据中国经营报此前报道,受中国汽车市场需求下滑影响,截至3月初,已有超40个汽车品牌、100款左右车型启动降价促销活动, 车市价格战打得火热之际,对供应链砍单与杀价态势更趋白热化。 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,反映了需求大幅下滑,不得不通过大幅降价来进行刺激。 不过,根据中国成年会3月中旬发表的最新统计数据,降价吸引了消费者到店询问,但同时消费者也产生了观望情绪。 今年3月上旬,中国乘用车市场零售41.4万辆,同比下降17%,较上月同期下降11%,乘用车周龄售量同比,环比均出现下滑。 今年以来,累计零售309.4万辆,同比下降19%。 其指出,虽然春节后,车市逐步回暖,通过地区刺激政策,对强依赖线下接触的购车服务、市场信心提振明显。 但从3月前两周来看,终端客流转化率不高,消费者观望情绪重。 一系列连锁反应逐步显现,引发业内对汽车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讨论。 外资摩根市单力大摩最新调查也指出,经车用行业的调查后显示,主要汽车品牌厂开始削减订单,造成汽车半导体供应商承受价格压力。 另一方面,车用半导体、车用零件、电池、鱼件等相关领域也都开始面临价格下修的情况。 车用晶片大厂安森美半导体此前也表示,正在审视其库存是否有客户重复下单的情况。 大摩调查指出,车厂近期已开始削减订单,并对车用半导体供应商施加价格压力。 这也将让车用半导体供应链面临过去两三年来不曾出现的危机。 大摩世景称,整体来说,近年的科技通货紧缩TechDiffination态势有助推升需求,但对于车用半导体业者来说,毛利率或会因此压缩。 车用电源管理晶片厂商已开始面临降价压力,总观各类车用电子元件,目前仅IGBT需求还不错,两大供应商N质浦,应非零报价持续上调。 前两年全球汽车晶片大绝火,车用MOSFET在过去18个月一路供不应求,当时几乎全球主要供应商都将生产线全力对准车用产品,排挤非车用MOSFET产出,导致价格一路飙涨,众多车用MOSFET厂也跟着业绩大涨。 如今车用MOSFET供应不再吃紧,价格承压,相关厂商恐将面临冲击。 据经济日报报道称,台系汽车晶片厂商系列、富顶、华新丽华集团旗下,新唐可能都将受到影响。 获得红海投资的富顶,目前为台湾在MOSFET产业中规格最齐全的代表厂商,并跟随红海集团扩大车用布局脚步,在车用产品上,除了已有可量产1200伏高压IGBT模组之外, 碳化系应用亦完成600伏SBD、900伏及1200伏高压MOSFET开发级投产。 不过,富顶去年第四季业绩已明显受市况反转冲击,当寄税后净利润降至新台币8400万元,寄减64.86%,年减59.23%,下探两年来低点,每股净收益仅新台币0.43元。 如今,市况更趋严峻,复顶营运压力恐更大。 同样,车用电源管理IC市况也告别供给不足、价格暴涨,不利于系列等供应商后市。 系列董事长日前语法说会坦言,今年上半年业绩可能不如去年同期,根据客户端状况,库存调整有望于上半年结束,下半年逐渐恢复拉货,至于需求合适回暖。 仍然是全球总体经济动向而定。 车用MCU同步承压,台系厂商中以新唐为主要供应商。 该公司全年营运能否维持成长,需持续观察景气和中国车厂杀家战状况。 系晶圆厂方面,大摩先前已试景,随着一线车厂目前已开始砍单, 并给予车用半导体业者价格压力,是锡晶圆产业潜在风险。 今年以来,晶圆代工厂因为终端市场需求疲弱,供应链持续调整库存,产能明显松动, 世界先进第一季度产能利用率,孔教去年第四季度下滑10个百分点, 立基电将降至6成多水准,连电第一季度产能利用率也将降至7成。 IC设计厂多数表示,晶圆代工厂并未调降代工价格, 不过厂商针对配合预先投片备货的客户提供优惠方案, 相当于变相降价,优惠情况依投片量而定。 IC设计厂商预计,随着晶片厂陆续完成多元产能布局, 晶圆代工市场将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, 晶圆代工厂未来代工报价恐将面临压力。 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调查显示, 虽中端品牌客户自2022年第二季起便陆续启动库存修正, 但由于晶圆代工位于产业链上游, 加上部分长期合约难以迅速调整, 因此除部分二三线晶圆代工业者能因应客户需求 变化,实时反应进行调整, 其中又以八英寸厂较明显, 其余业者产能利用率修正自去年第四季起才较为明显, 使2022年第四季前十大晶圆代工产值, 经历14个季度以来首度衰退, 环比减少4.7%约335.3亿美元, 且面对传统淡季及大环境的不确定性, 预期2023年第一季跌幅更深。 近期市场还传出台积电下半年可能调涨价格, 对此台积电不回应价格问题。 不过,IC设计厂商指出, 台积电今年第一季涨价通知, 早在去年第三季就已经收到, 且近期才陆续完成新头片晶圆的调涨价格合约, 没有在第一季受到台积电再度涨价的通知。 目前第三季价格没有变动, 第四季价格要等到4月才开始协商。 法人指出, 现阶段消费性电子需求疲弱, 台积电虽然高阶制程仍相对具有竞争优势, 但在成熟制程上, 车用晶片仍是晶圆双雄重要填补产能, 稳住营运的重要支撑。 一旦车用需求转弱, 对台积电、联电并非好事。 业界人士分析, 车用电子认证时间长, 过往都是稳定而长期的订单。 如今, 车用晶片厂商也难逃遭砍单, 削架压力, 势必调整对晶圆代工的头片脚步及细晶圆需求量。 尤其近期, 已有细晶圆厂面临常约客户要求延后履约问题, 反映事况不振, 若车用半导体液随之转弱, 无疑对相关业者更是雪上加霜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、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